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媒体提问王玉琪没有回应只是点头笑了笑 而王玉琪上午离开南京 江苏台办副主任王绍邦到场相送 到了上海则由台办主任李文辉迎接 下午王玉琪将和上海智库座谈 并且参观上海广播电台 晚上8点和国台办官员在和平饭店查训 将和张志军再会面 由于定调是轻松闲聊 所以并不像第一天有设定议题 而是什么都能够聊 因此有没有可能聊到马熙会 也受到了外界的关注